第二题要求说 在我建立的纸资料夹 刚刚考试的存考证号码下面 还要再建一个你的姓名的资料夹 将复党名是TST的档案 复制到这个资料夹 依照档案大小由大到小排列 一样要显示详细资料 这时候我一样切回到我们所刚刚建的 我刚建的资料夹里面 然后这是它TST的档案 所以我这边先用类型排序 把所有TST的档案先排好 然后在这边我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按滑鼠邮件选新增 资料夹 打你的名字 你自己用 先切到你习惯的输入法 然后这时候输入你的名字 输入完了以后 把所有TST的档案拌框起来以后 选编辑的复制 复制 回到我们自己的资料夹里面 点两下 选编辑的贴上 贴上完了以后 它说要依照大小排序 所以这边大的地方点一下 这个由小到大 再一次由大到小 有大到小排序 排完以后 一样按Print Screen 把画面Copy到剪贴簿 然后再到Word上面 掉在上面以后 我一样 我在这边直接选 贴上 这时候就会照它上面要求 第一提在上面 第二提在下面 的画面 那这时候 就代表我已经完成操作了